决赛前孙明辉正式摊牌 郭爱伦遇大麻烦 辽宁第一场恐难取胜 大家好 这里是大唐聊球 欢迎广大球迷点赞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晚上CBA决赛第一场比赛将开打 辽宁对阵浙江队 两队都是以3比0淘汰对手进入到决赛的 在半决赛中都表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态 相比较 浙江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队中的绝队主力胡金秋和赵延浩将缺席决赛的比赛 胡金秋因为手术将缺席三个月 赵延浩因为脑部出血 至少休息三个星期到半年 他们两人的确诊对浙江队影响是巨大的 现在的浙江三少只剩下主力后卫孙明辉 即使这样 在对上海队最后一场的比赛中 孙明辉凭借一己之力 全场独得45分 带领浙江队战胜对手顺利的挺入到决赛 面对决赛孙明辉也发出了为兄弟们而战的口号 表现出了极大的信心 孙明辉和郭爱伦都是国家队的球员 两人在联赛中表现都非常出色 所以决赛最大的看点就是两人的竞争 毕竟现在浙江队的实力要逊于辽宁队 取胜是非常困难的 而作为浙江队来说 最宜中的球员就是孙明辉 两支队伍在这个系列赛最关键的就是第一场 因为辽宁队在名处浙江队在暗处 浙江队因为伤病的原因 每一场都在变换 虽然是被动的调整 但是效果却是很好的 所以对阵辽宁队的第一场比赛 将成为整个系列赛的关键 毕竟浙江队的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球队的外援奥卡福和琼斯 要强于辽宁队的外援 轮换阵容中的许忠豪表现也很好 所以两队第一场比赛是有得拼的 浙江队想要不被横扫 第一场比赛是重中之重 是必须要拿下的 所以这场比赛对杨明来说是一个考验 对郭艾伦也是一个考验 在半决赛中 郭艾伦打得磕磕绊漫 虽然这是由辽宁战术安排决定的 但郭艾伦状态是好是坏 是不争的事实 反观孙明辉 三场比赛一场比一场打得好 最后一场 一个人直接左右了比赛的结果 所以在决赛中 两人的对抗将会是赏心悦目的 也是非常激烈的 在这里 我们盼望两支球队 不要再出现伤病情况 能够专心致志地打好比赛 给球迷带来精彩的决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